图为超高音速武器 近日,据媒体报道,中国超高音速飞弹武器已经在世人面前亮相 它就是中国最新曝光的东风征服高超音速飞弹 这种武器可以只用6分钟就能打穿美国的飞弹防御体系 并跨越美国本土 对于中国打造超高音速武器 美国白宫官员表示,这种高超音速武器的速度超乎想象 因此以现有的技术来说,它们可能无法防御这种武器 对于美国口中的这型超高音速武器,其实就是东风征服高超音速武器 这型飞弹从2000年初就已经开始立下 当时研制的目的就是要击穿美国的防御系统 在2015年第一枚东风征服高超音速武器试验成功 飞行器能够上千公里,并且在操作员控制坠海 这说明东风征服高超音速武器是控制技术非常先进 图为超高音速武器 从技术上来看,这种超高音速武器最大的技术难点有三个 第一是材料的使用上 因为在飞行的速度非常快,能达到5至10马克 所以形成的摩擦力远远大于一般飞机 所以常规的航空旅或者是钢材料是承受不住的 目前比较合适的材料是钛合金,因为这种金属延展性要优于铝 而硬度也超过了钢,而且重量很轻 第二个难点在发动机技术 一般的飞机,因为速度不快,可以用吸气窝扇发动机 而超高音速武器,会面临气压急剧增大的问题 一般的航发是无法支撑的,所以想实现超高音速 一般会用冲压发动机或者是火箭推进器 一方面是这些发动机做到5马克以上的速度 第二是可以适应高气压的环境,图为超高音速武器 最后就是控制技术,如果只靠计算机或者是飞行尾翼的话 很大的可能就是被摔成碎片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东风,征服高超音速武器采用的是滑行飞跃 主要控制方式除了传统的控制翼和飞行计算机外 可能还会在发动机上做文章 在多次测试中,东风,征服高超音速武器都没有出现失控情况 所以在控制技术上已经没问题了 对于美国来说,目前的宙斯盾和陆基反导武器 是不具备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 而这类武器目前在技术上也只有中国最接近实战 作战的范围目前已经超过了上千公里 一旦中国把这种武器完成研制工作并投入实战 美国只能够单方面的挨打 和制裁的价格 交易